71岁的窦衣房一生辅佐了三代民君 如今的她再也支撑不住病重的身体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 她道出了这些年来 她干涉正式的缘由刘彻为引漫矿 难以想象这些年来 她的祖母太皇太后 为她承受了多少的流言蜚语诅咒骂 而这一切竟只是为了帮她坐稳大汉江山 年幼的刘彻初登地位之时 可是没少让太皇太后操心 如今的她长大了 也明白了太皇太后的良苦用心 是该到了她好好孝顺她祖母的时候了 只可惜太皇太后却是时如多了 刘彻在太皇太后的面前郑重承诺 她一定会历经图治 不辜负她祖母对她的期望的 太皇太后文言热泪盈眶 一个垂暮的老人 最大的期盼不就是孙儿能够成才成气 孙习贤会孝顺吗